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8号星期三 一开始道个歉 咱们昨天报日期报错了 昨天是星期二 说成星期三了 现在是中共的北戴河会议期间 也是政治八卦的旺季 但是咱们今天呢 不说北戴河了 因为昨天有朋友跟我抱怨 说最近有一点神丑疲劳 就是在互联网上 每天被大量的俊男谅女的资讯所轰炸 这个叫审美疲劳嘛 但是在油管上的时政节目里面呢 放眼望去 最近几天都在说北戴河 描绘中共那个公为斗争 名枪案件 这个叫做神丑疲劳 那今天呢 咱们不加剧大家的神丑疲劳了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 还是和时政有关的嘛 所以今天就说一说 除了中美斗争之外 中国其他方面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其实这方面的变化 也是蛮值得一说的 这个北戴河会议其实也还真的有可说的 因为今年出现了一些很诡异 令人困惑的现象 也许我们会放在星期五来聊吧 说今天的话题 七月底 俄罗斯有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 叫做独立报 登了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上海合作组织越发展 反华越厉害 副标题叫做 反华浪潮在中亚国家不断高涨 所以你一听这个标题就很不客气 它就不像是朋友之间应该讲话的语气 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 它会用这种语气说俄罗斯吗 它这篇文章讲的是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这些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国家 他们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 近年在不断上升 2007年 他们反感中国商人和移民的比例是18% 2012年就上升到33% 去年2017年就上升到了46% 随着中国大陆那个一带一路 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这些中亚国家当地人民 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也不断上升 所以这篇文章 它就直接是冲着一带一路来的 是批判一带一路的 那么这篇文章仅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言 还是有特殊的背景呢 我觉得当然是后一种情况了 因为在同样严格审查媒体的俄罗斯 在主流大报上发表这种 锋芒毕露批判中共的文章 它当然不会是一时的急性之作 我觉得有两个时机的背景 让这篇文章有相当的可看性 一个时机背景是 今年5月下旬 王岐山访问俄罗斯 然后6月份普京又访华 这是在美俄首脑峰会之前 中俄领导人的一轮互动 这个互动的内容 我觉得毫无疑问 就是中共领导人要和普京去商讨 俄罗斯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北京分担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的媒体就传递出这样一种态度 就是说我俄罗斯不是你北京可以招之即来的跟班 我也是有想法的 而且呢 我明告诉你 其实在好多方面 我早就对你不满意了 好吧 第二个时机背景 就是上个月美俄峰会之后 现在俄罗斯明确表达出了 对待中国那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批判态度 他就暗示有抵制的意图 那对于中共这边来讲呢 是一手想连欧抗美不成 一回头最重要的盟友普京 也用很不客气的语气来敲打他 体现出来有点像美国那边靠的意思 所以习近平最近是接连碰到坏消息 除了美国之外 他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 也面临着变化 虽然咱们今天一开头说了 不聊中美冲突 但是中美冲突是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轴 它变了 别的方面也跟着变 就包括这个中俄关系 所以接下来呢 要说两个问题 第一 就是与很多人的印象 可能是有很大出入的 中美交恶很可能 不会让中俄变得更亲密 恰恰相反 中美交恶反而会促使中俄疏远 为什么呢 接下来解释 第二方面的问题 就是中共执政集团 它对整体的国际环境 有严重的误读误判 它不是说和某一两个国家 打交道有误判 而是它整个外交方略 第一步就走偏了 先说为什么中美交恶会促成中俄的疏远 很多中国网友呢 是指望着啊 习近平能够拉上普京大地狠狠地修理川普 但实际情况很可能与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 之前我们有集节目说过 如果以十年这么长时间的尺度来看 中俄同盟关系 它远远不像一些中国的军迷粉红所设想的那么稳固可靠 现在看起来呢 恐怕连十年都等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俄关系的基础 用一句话可以总结 叫做以利相较利尽则散 北京最看重俄罗斯的 是他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那一票 他有一票否决权嘛 而普京所看重北京的呢 也是他那一票 只不过不是选票是钞票 俄罗斯在安理会五常里那一票常有 而中共的钞票不常有 所以中俄二地同盟如果生变会是谁甩谁呢 当然是普京大地甩习大地 而不是习大地甩普京大地 那中俄关系有没有可能生变呢 那当然是有可能的 首先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经济的不景气 又在美国贸易制裁的压力之下 他能否履行过去那些年和俄罗斯所签的能源大单 和那一系列经贸协议 他就成了疑问 就是你钞票不常有 这个问题浮现出来了 在目前的环境下 疑虑的氛围肯定会上升 最重要的俄罗斯输送天然气给中国的那个项目 本来计划是今年开始供气的 但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总裁 在今年六月份的讲话是说 那个叫西伯利亚力量的天然气管道 预计到2019年12月份才能开通 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比预期有所推迟 那这段时间之内的一大变量 就是中美有可能达成协议 中国从美国那边大量采购天然气 那么中俄之间的能源合同能否完全履行 难免就惹人猜疑 总之在俄罗斯那边就会浮现这种焦虑 我们再来看中俄的双边贸易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字是今年一到六月份 中俄的双边贸易额是491亿美元 那这个数字算多算少呢 去年中俄政府定下的目标 是今年双边贸易额要突破1000亿美元 所以今年前六个月过去了 时间过败 任务没有完成过败 当然那个491亿美元 离1000亿美元的一半500亿 差的也不远 但是要看到拉动贸易额 主要靠的是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 在数量和价格上都有增加 而今年的五六两个月份 中国进口原油就有了显著下降了 六月份下降的最多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 七月份有小幅度的恢复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经济下滑趋势明显 它也会带动对能源的需求走软 那么中俄贸易的主体部分 就会受到动摇 另外呢我们之前也说过 和俄罗斯远东所接壤的国家和地区 普遍比较贫穷 外蒙古 然后是中国东北 然后是朝鲜 人们的收入都不高 可能中国这边稍微好一些 但是中国东北人们的收入 与中国沿海省份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对俄罗斯来讲呢 它远东临近的地区 临近的国家 就缺少有那种强有力的消费力市场 来拉动俄罗斯的经济 所以它就难以形成 来自于民间多层面的那种经济联系 于是两国的关系 它受到个别政治因素的影响 就会比较大 所以中俄关系的基本模式是 中国经济只要进入了下降周期 这个趋势明确以后 它与俄国相交的那个利益基础 就被严重削弱了 而普京出于保障俄国经济 最低目标增长的需要呢 他就会有和西方修复关系 更迫切的愿望 中国这边靠不住了嘛 他在走下坡路 他就只好去找欧洲 找美国修复关系 因此美俄峰会之后 俄国的主要媒体上出现了 痛批一带一路的文章 暗示俄国其实对北京不满已久 这其中的意味确实是很深长的 那从美国总统川普这边来讲 他也有与俄罗斯修复关系的迫切愿望 本来他是打算邀请普京 今年年底之前就访美 现在看起来呢条件不成熟 美国国内反俄的呼声还很强 所以他又把这个打算给收回去了 假如今年美国的中期选举又是共和党获胜 那么可能川普的压力会减轻 最快明年他就会推动美俄关系的实质性修复 川普这个人呢确实嘴巴比较大 他有很多缺点 但是我觉得他的战略直觉还是对的 就是俄罗斯其实并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 他够不上美国挑战者的这个格 虽然俄国有强大的核武器 他电脑黑客的技术也很厉害 但是俄罗斯在国际安全 在国际经贸规则等等这些方面 他都不能够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挑战对手 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纪 本世纪之内他都做不到 我们拿俄国和韩国做一个对比 俄国现在的人口是一亿四千六百万 韩国的人口呢是五千一百万 俄罗斯的人口是韩国的二点八六倍 都快三倍了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 韩国是十万平方公里出头 所以领土面积俄国是韩国的一百七十倍 可是在2017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 还排在韩国后面 当然不同的统计口径呢 他算出来结果有一点差距 俄罗斯和韩国的经济总量 去年都在1.5到1.6万亿美元之间 有的统计是把韩国在GDP世界排名里面 排第十一位 俄罗斯排第十二位 有的统计是把俄罗斯排第十一位 韩国排第十二位 总之他俩很接近 那俄罗斯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整体经济实力就是那个样了 而美国的经济总量呢 是俄国的十三倍还多 那你说俄罗斯国穷 民穷不穷呢 他民也穷 他的人均GDP去年掉到了只有8700美元 比起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缩水了差不多40% 巴西呢是8600多美元 所以人均GDP俄罗斯和巴西现在差不多了 所以说俄罗斯这么一点加底 你说他拿什么去和美国竞争呢 但是他却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人家还是实打实的政治大国 有那一票 所以把他推向北京那一边对美国来讲 其实是不太明智的 因此川普这个战略直觉是对的 既然他已经把中共作为主要的对手 而俄罗斯事实上又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 那就应该和普京修复关系嘛 据说联俄抗中这个主意呢 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川普出的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四十年前联中抗苏是基辛格提的 四十年后联俄抗中又是他提的 两件事都被他一个人给做了 前面说这么多主要是讲 俄罗斯现在体现出来对一带一路的激烈批评 虽然并不意味着马上中俄会闹掰 但是俄国远远不是中共可以依赖的盟友 与中美冲突这个近火相比呢 俄国与北京的疏远可能是习近平要面对的一把圆火 但是圆火呀也未必真的有那么远 只要中国经济低迷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趋势比较明朗了 俄国的翻脸速度可能比想象的要快 我觉得有可能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就会看到 接下来再说一下中共执政集团 对中国整体战略环境的误读误判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社会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 就是中国的发展空间在于海洋 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 就要完成从黄色土地文明 向海洋蓝色文明的转型 这种论断似乎已经达到了成为一种常识 不容置疑的程度 如果说这个蓝色文明意味着开放包容 融入普世的经济规则政治理念 那我觉得当然是对的 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既是贸易和交通的路线 也是蕴藏资源什么矿藏能源的处所 所以需要重视海洋 那么这种判断我觉得也是对的 但实际上中共的执政集团和一部分 与他们接近的知识精英啊 他们所理解的蓝色文明还不是这样 它主要是把海洋视为扩展势力范围的方向 简单的说就是要向海洋去要政治影响力 去向海洋要经济影响力 去要这个大国崛起的地位 这就有很大问题了 因为一个国家在没有确立安全的边界之前 你的这个影响力 那个影响力都是浮云呢 再重复一遍 一个国家在你确立安全的边界之前 所有影响力都是浮云 其实我并不总是想谈地缘政治这个玩意儿 因为它是纵横之术 你老说这个事儿呢 就把人的脑子都调到了算计和争斗之上 我觉得中国人目前这方面的脑筋已经够发达了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心性之学 而不是纵横家之术 但是你说中国人很功于心计 长于谋略吧 你仔细看的又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它在很多基础的判断上缺少洞察力 比如判断中国的地缘处境 它的那个环境呢 其实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法国的 就是法国它既是陆地大国 又有漫长的海岸线 要知道在欧洲一体化之前 只要欧洲中部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 那法国的头号对手就是德国呀 它的威胁就是来自于陆地的 而不是海上的英国 中俄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 所以只要俄罗斯 它还是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巨兽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 压在中国的北方 那中国的头号安全威胁就是来自于它呀 不是来自于什么日本美国或者其他谁 就这事简单到只要地图是这么画的 它就是这个格局 这是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当然俄国现在经济力量被严重削弱 它和美国是竞争不了 但是你就住它家隔壁 它那个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你的威胁还是很现实的 有人说美国通过西太平洋岛链 对中国大陆构成了封锁 构成了威胁 但是岛链包围不等于入侵危险 中国历史上翻一番旧账 遭到的颠覆性的入侵 都是来自于陆地 不是来自于海洋的 不仅仅古代中国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入侵是这样 近代和现代也是这样的 要知道日本侵华的步骤 就是先占领朝鲜和满洲 他的原计划是 由北向南走陆地入侵的道路 遵循着蒙元灭诵和满清入关之故事 日本的打算呢 他原来的打算是沿着京浦县 还有平汉铁路这几条岗线 由北向南从陆地上推进 把中国的军队分割成几大块 一路往南赶到海里 他这个计划要是顺利实施 那中国可能就真的亡国了 后来是蒋中正做出了一个正确判断 国民政府积极行动 把淞沪上海那一带变成了首要的战场 打乱了日本的战略部署 所以日本的入侵方案 就从游北向南改成了顺着长江 游东向西打 国民政府一路向西退 他身后得有安全广阔的空间 所谓抗战的大后方 他才能坚持长期抗战 如果按照日本早先那个战略由北向南一下把你赶到海里去了 那就game over了 只要这个基本的地理环境不改变 中国在安全上 他首要防范的方向是在于北方 所以在这个安全问题彻底解决之前 任何势力范围其实都是浮云 你说你能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 能把影响力延伸到那么远 甚至能够影响到中东的石油运输路线啥的 请问有啥用呢 你的邻国关系搞得一团糟 印度和你交恶 北面的俄罗斯的威胁一直也存在 东面与朝鲜的关系也不稳定 搞不好哪天几百万难民就拥到你家闻里来了 所以一旦有事 你守其四境尚且不暇 你还顾得上远在天边的什么吉布提 什么瓜达港的军事基地吗 其实在这一点上 中国大陆的处境和一战前的德国是类似的 人家英国是日不落帝国 海外殖民地是本土面积的上百倍 德国那个时候经济崛起了 也想搞个月不落帝国 我也大国崛起 我怎么能没殖民地呢 这个太没脸了 所以在远东 在非洲使着跟人抢 但问题是有毛线用啊 你看看你那个地理环境啊 人家英国是岛国 四面被海洋所保护 它只要专注去维持它的海军优势就可以了 你德国呢 东面是巨瘦俄罗斯 西面是宿敌法国 南面的意大利三星两翼 随时准备捅你一刀 北面的波罗的海和北海又被英国封锁 你这叫四战之国啊 你四个方向都有被入侵的危险 你被充满敌意 而且强大的邻居所包围 而且你还像二愣子一样的 不停的去刺到他们 鼓吹大锅崛起 一会儿惹一下这个 一会儿惹一下那个 一有事儿 也是你自己守其四境尚且不暇 请问拿什么去保卫你远在天边的殖民地啊 历史的实际进程也是这样 欧洲战争一打起来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分分钟全都丢了 中国的青岛和交州湾 那不就是被日本抢去了吗 在一战之前 德国的海军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二了 请问有个毛线用啊 一战期间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被封锁在港口里 它最大的用处 德国海军最大的用处 就是在一战末尾的时候 水兵们滑遍起义 还搞了个苏维埃政权出来 对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瓦解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你看这个很有讽刺意味吧 所以第一重要的 不是说你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是你要准确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 所以总结今天的话题 俄罗斯不时的体现出敌意 特别这次又非常争锋相对的 去批判那个一带一路战略 预示着中俄同盟并不可靠 这虽然是习近平的一把圆火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进入下降周期 满足普京的要求有困难以后 就会加速普京与美国接近 而与中国疏远 那这个圆火也会变成近火 而中共执政集团的联俄战略 它的出发点 就是对自己所处的地缘环境的判断有偏差 所谓其智可及也 其余不可及也 今天最后预告一下 明天在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 我们还是谈《明神宗万历年间国本之争》这个话题 是这个话题的下集 这个绵延了十五年之久的君臣争斗 它对于塑造明朝末年的政治生态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明天我是在会员网站文昭.ca上和会员朋友们见面 在YouTube上面呢 我们星期五再见 谢谢大家